前中国首富汉能创始人李和军被警方带走或与锦州银行有关财联社1月10日电据华夏能源网消息汉能创始人李和军在去年12月下旬被锦州市公安局带走1月10日汉能一前工作人员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李和军被警方带走是协助调查事件可能与锦州银行有关锦州银行此前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该银行与汉能的资金关系规模 总计为94.61亿元 作为与汉能挂钩的受益权转让计划锦州银行发行的非保本型理财产品锦州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三种并承认其中富有信贷风险敞口金额27.7亿元 对此界面新闻记者致电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锦州银行但截至发稿电话无人接听